最常讲的四个字拿出来思想 在主的面前要问说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没有在彼此相爱 这个功课上有更上一层楼的空间 因此未来这两次的主日学 让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来思想爱 首先今天我们先来看爱人如己 我们请看圣经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 请听神的话 法利塞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杀毒该人的口 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 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确实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今天当我们要再次来思想 有关爱这个题目的时候 这个爱这个信息在主的教会里面是越来越不容易讲 为什么说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在今天的社会文化的里面 爱实在是一个过度的被耐用 而且也是被过度的这个情感化的一个字 在今天一般的社会文化当中 爱是非常有弹性的 爱到了一个地步 爱简直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字 好比说对于我们所喜欢的洗法经 我们所喜欢的车子 我们所喜欢吃的东西等等等等 我们几乎都可以用爱这个字来表达 因此在这许多的表达当中 我们实在很难对爱这个字下一个真正的定义 我们不但不容易谈爱 我们也不容易行出爱 我们也不容易实验这一个爱 我们都知道现今的文化是消费主义的文化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将爱当成是一个商品来交换 当我爱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用爱来回报我 不但如此 在后现代的社会的当中 有很多人觉得真正的爱 那是不可能的 在后现代有关权力的观念的里面 爱的本身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伪装 其实是一种谈判的语言 所以这样看起来 我们不得不承认爱是一个越来越难讲的题目 今天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 我们一同尝试从圣经神的话语当中 再次来思想 再次来认识一下 什么是爱 我们要如何来实践这样的爱 首先今天我们如果想要了解 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爱人如己这个命令 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立刻可以看见两件非常惊人的事情 都是和神的命令有关的 马太福音22章36节说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就用生命纪第六章第五节的话来回答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不但如此 在这个同时呢 我们的主耶稣也加上了他自己的看法 而这些看法是超过提出问题的人所要求的 我们看见律法师问监民中哪一条是最大的 我们的主耶稣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因此在这里第一件惊人的事情就是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全然的爱他 这是诫命当中的第一 而且也是最大的 不但如此 我们的主耶稣还加上他自己的看法 第39节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因此在这个地方的第二件惊人的事情 那就是我们不仅要全然的爱神 我们也要爱人如己 接着在第40节 我们的主耶稣更深入的这样说道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因此整本圣经从律法到先知 从旧约到新约 都是依据这两条诫命的 当我们今天再次思想这两条诫命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如何 但我觉得这是很难接受的 而且也是不可思议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两条诫命 基本上是要求我要将自己的皮剥下来 放在别人的身上 叫我心中所想的 所看的 所闻到的 所听到的 所做的 一切的一切 都是以那个人为主 所以我说 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所要求的 是我们很难接受 而且是很难实行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先了解第四十节 否则我们就不能够明白 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命令 是有多么的重要 其实本来我们的主耶稣 是不需要讲这句话的 因为这句话在律法师 本身的要求的里面 他没有要我们的主耶稣 做这样的说明和回答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却要求我们 专注在这两条诫命的里面 耶稣也要求我们 去实践这两条诫命 主耶稣更要求我们 好好地画功夫 专心地仔细地来思考 这两条诫命 因为这是要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但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明白 其中的真意 我们就必须和我们的耶稣基督 跟其他的教导来做一个比较 我相信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 来了解我们的主耶稣 在这里所说的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是这样说的 所以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告诉我们 我们的天父 他是示恩典的神 他是慷慨的神 当我们祈求的时候 我们寻找的时候 我们叩门的时候 我们的神就应允我们所要的 当我们比较这两节的经文 就让我们看见了 我们愿意人怎样带我们 我们就要先怎样带人 要爱人如己 这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但是在这个地方 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在马太福音 第七章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的主耶稣并没有提到 我们要全然爱神 而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刚刚我们所看的 那段经文里面提到的 不是有两条诫命吗 可是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七章 只提到第二条 难道我们的主耶稣 在这个地方漏掉了第一条 那么重大的一个诫命吗 我们我知道很多伦理学家 他们大多会用引用这段的经文 来说明一个事实 他们说主耶稣实在是一位 非常伟大的伦理学者 所以他可以将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总结在爱人如己 这样的事上 但是请原谅我个人不能够 接受这样的看法 因为这样的讲法完全忽略了 主耶稣不只是要我们爱人如己 并且主耶稣更是那一位 为我们舍身流血 救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同时这样的讲法 也忽略了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请我们注意一下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开头 有所以这两个字 这表示这节经文 跟前面的教导是相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如果真的用心的 仔细的来查考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我们就会发现 整个伦理学的经科预律 就是建立在我们和神的关系的上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真正掌握爱人如己 真正愿意人怎样待我们 我们就怎样待人 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神 是施恩典 是福分 是好东西给我们的神 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上面 再来我们还是要问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 为什么会漏掉全然爱神 这么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呢 到底这是为什么呢 这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难道爱神不是那么重要的吗 我相信绝对不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爱神那是眼睛看不到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 乃是要教导我们 要透过爱人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也就是说当我们爱别人的时候 当我们把自己给了别人的时候 这就是在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因此在这个地方 不是第一条诫命已经消失了 反而是第一条诫命是帮助我们 实践第二条诫命的一个关键 是的第二条诫命是神话中最终的目标 就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 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不是说爱神不重要 不是说爱神是赤等的 乃是要透过爱人来彰显我们对神的爱 乃是要透过爱人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 感谢主 马太福音第七章这段的经文 帮助我们可以更明白什么是爱人如己 另外请问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 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人如己呢 有的我们请看罗马书十三章第八到第十节 那你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唯有彼此相爱 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 这句话之内的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 保罗关于爱的教导 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见 保罗在第八节和第十节 两次提到爱就完全的律法 这正如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所说的 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带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制的道理 但同样的保罗也好像漏掉了 那个最大的诫命 就是全然爱神 我们也必须要问 保罗为什么漏掉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 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样的为什么 这样的诫命呢 深深的相信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 保罗这样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的意思 跟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教导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爱神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 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表达 是眼睛所不能见的 我们必须透过爱人 才能够表达出我们对神的爱 不只是这样 保罗也告诉我们 就如同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人如己 那是因为跟神那种生命的关系 我们的神是那位 是好东西给我们的神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节四节这样说 律法即因肉体软弱 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 做了赎罪计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 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我们之所以可以在爱中完全律法 这样的一个行动 乃是因为我们愿意 砸根在这位神的生命的上面 请弟兄姐妹特别留意一下 保罗在第四节说得非常清楚 律法的意义的成就 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 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 请留意这是圣经的话 我们如何能够实现爱人如己呢 如何能够完成神所要求的律法呢 我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圣灵 爱人如己彼此相爱 我们已经喊了很多年在教会里面 常常提到彼此相爱 但是光喊这样的口号 我们的教会就会成为一间彼此相爱的教会吗 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力量 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来爱人如己 那现在请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看的 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这段经文 还有马太福音第七章的表达 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马太福音22章40节那里说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马太福音7章12节那里说 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罗马书13章第八节那里说 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马太福音22章40节那个总纲 意思就是依据 就是根据的意思 马太福音22章40节那个重点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我们爱人如己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根据 我们爱人如己 这是律法和先知的依规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用使律约翰在启示录第五章 所看见的拔摩海岛上的意象 来做一个说明 在启示录第五章那边提到 有一个书卷的意象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 就记载在这个书卷的里面 这包括神的勇士的计划 包括神的救恩的设计 包括神的命令和应许等等等等 也就是说马太福音7章12节 或者说罗马书13章8到10节里面 所提到的 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整本书卷的意义就得着完全 整本书卷的意义也就得着了实现 而启示录第五章这个意象里面的书卷 就仿佛是从天上悬挂下来的一幅对联 这个两边有金链子 这两条金链子挂在书卷的边上 这幅对联从神的宝座上悬挂下来 链子的一边就是爱神的命令 你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个链子的另外一边就是爱人的命令 你们要爱人如己 这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所要强调的 爱神和爱人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 爱神和爱人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起源 爱神和爱人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目标 也就是说爱神爱人是同样的重要的 这正如约翰一书三章23节的话 那你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却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 这个命令神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单数 也就是仿佛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样 在铜板的这一面写着信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名 在铜板的另外一面写着彼此相爱 所以爱神和爱人同属一个命令 爱神和爱人是同样的重要 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 爱人如己 其实爱人如己是一个非常颠覆传统的一个命令 我们说爱爱是非常罗曼提克的爱是非常温馨的 这样一个爱那怎么我们会用颠覆传统这样一个革命的 带着革命的语气口吻来说呢 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这样的命令那是深深的赤入我们罪的根本 不只是深深的赤入我们罪的根本 同时也是暴露了我们罪的根本 更进一步的讲 在神的恩典当中 这个罪的根本要被斩断 那么什么是我们罪的根本呢 这个命令怎么会深深的赤入我们罪的根本的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罪的根本就是在神以外 在他人以外我们去寻找快乐 我们去寻求生命的方向 我们去寻找生命的目的 所以一切罪的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在神的荣耀之外 就是在他人的福祉之外 我们来去寻找快乐 我们来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目的 这样看起来我们很简单 而且很直白的来看 骄傲 骄傲就是一种罪的根本的一个表达 骄傲是什么 骄傲就是在神的荣耀之外 骄傲就是在神的力量之外来寻求快乐 骄傲也是在他人之外 我们来寻找快乐 骄傲本身污染了两件事情 败坏了两件事情 第一 骄傲使我们不愿意承认 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不愿意承认神是我们永恒的喜乐 不但如此 骄傲使我们不愿意看见别人成为领受我们祝福和帮助的一个对象 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他心里会这样想 别人算牢记啊 他怎么配领受我从神而来的那个祝福和帮助呢 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爱人如己的命名 是要赤入我们罪的根本 同时也曝露出我们罪的根本 并且在神的恩典当中要来斩断这一个罪的根本 那这条诫命怎么样可以做得到呢 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命令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请我们一起来思想这句话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主耶稣教导我们 要以爱自己来作为一个起点 请问你爱自己吗 您会这样说 这句问话才是多余的 才是废话 我们当然爱自己了 我们天生的一出生就会爱自己 爱自己是不需要被教导了 爱自己也是不需要去学习的 所以耶稣基督也不需要命令我们要爱自己 耶稣基督已经假设我们都会爱自己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自然的 都会很自然的去寻求快乐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自然的去寻求生命的满足 都会去寻求度福的宝足 当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很自然的会去找件衣服来穿上 每一个人都很自然的希望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来平安的度日 每一个人都很自然的寻求在人生的道路上 过一个有益的生活 而每一个人也都很自然的 在生命的道路上有一些可以陪伴的朋友 我们都会自爱 这是非常自然的 这是不需要学习的 这也是不需要耶稣基督命令我们的 其实自爱还是出处于神的创造 自爱本身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增加自己更多的快乐 就是要减少自己更多的痛苦 耶稣基督就是要在这样的命令当中 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爱人如己 爱自己 我们生下来 是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甚至那些自杀的人 也是一种强烈的自爱 他不管别人的那种一种方式 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一点来帮助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爱人如己 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我们需要食物 这本身不是不好的 也不是坏的 当我们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寻找一件外套 这本身不是不好的 也不是坏的 当我们在这个混乱的世界 我们寻求一个安全地方 来帮助我们自己 来帮助我们的家庭 这本身不是不好的 也不是坏的 当我们在这新冠状病毒 肆虐的环境的当中 我们寻找一些预防的方法 这本身不是不好的 也不是坏的 这些都是我们先天所拥有的本能 爱自己不是一件坏事 那么到底什么是爱人如己呢 耶稣基督命令 爱人如己 就是当我们肚子饿的时候 为自己寻求食物的同时 我们也同时想到我们的灵色 想到他人也会肚子饿 就是当爱人如己 就是当我们天气冷的时候 我们为自己想找一件外套 也想 这个同时呢 我们也想到我们的灵色 因为我们的灵色 他也会寒冷啊 也就是耶稣的命运说 爱人如己是要我们寻求一个温暖的家庭来过日子 而当我们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居住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我们的灵色 他们也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庭 他们也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当我们寻求好朋友的时候 是否也想到我自己能否成为灵色的一个好朋友呢 当我寻找人生的意义的时候 我是否也想到我的亲朋好友 他们也需要寻求人生的意义呢 当我们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有没有想到我的朋友 他们也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这样一个简单的举例里面 就是要让我们的自力成为舍己的衡量 让我们的自力成为舍己的衡量 耶稣基督说 爱人如己 请留意如这个字 如这个字在语言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坚定 非常坚持的意思 是不打折扣的 是百分之百的意思 年轻人常说爱情不打折 爱人如己的爱呢 也是不能够打折的 请容许我再进一步的和大家分享 如这个意思 如就是指当我们尽心尽力 投入全部的精神和力量 来去追求自己的生命快乐的时候 我们也以同样的经历 来去帮助我们的灵色 去找到他们的快乐 当我们用很有创意的方式 来追求自己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同样的我也在我的灵色 或者他人的身上 用同样的创意去追求他们的快乐 我们的主义书所说的爱人如己 就是说我不仅要寻求自己的快乐 寻求自己的满足 我们更需要以同样的方法 不打任何折扣的百分之百相同的 用同样的精神 用同样的恒心来去追求他人 或者说我们说灵色的快乐和福分 所以简单的来说 什么叫做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就是让自己个人的自私自利 成为舍己的标准 成为舍己的衡量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当我们听见这样的命令的时候 我们的良心有没有感到不平安 我们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命令的压力 是何等的大 我们怎么有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命令呢 当我们的主耶稣命令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简直会威胁到我们的自爱 会威胁到我们爱自己的那个部分 我们会认为耶稣的命令是 让我们爱别人代替爱自己 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真会觉得不平安 我们甚至会觉得不安全 这实在是一种威胁 这会占掉我爱我自己的时间 这会占掉我爱我自己的经历 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达到你所要求的 这个要求我所达到的 如果我们感受到这样的压力 我深深的相信你已经开始了解 耶稣基督这个爱人如己这个命令 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因为我深深的相信耶稣这样的教导 就是要让我们感受到这样的威胁 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威胁 我们没有感受到不安 我们就不会了解为什么第一条诫命 一直在那个地方 第一条诫命一直是在第二条诫命之前 这是有道理的 这个道理就是第一条诫命 是要帮助我们去实践第二条诫命的 如果我们拿走了第一条诫命 那第二条诫命我们就会受到了威胁 耶稣基督要我们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乃是第二条诫命的一个基础 有了第一条诫命我们才有可能达到第二条诫命 第二条诫命是第一条诫命有形有体的一个实践的方式 耶稣基督要在这个地方乃是要告诉我们 当我们还没有将自己的智力作为舍己的标准的时候 先让神成为我们智力的焦点 这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条诫命的一个重点 我们的主耶稣这样说 你们要尽心尽信尽意爱主你的神 要尽心爱主你的神 意思就是说耶稣乃是教导我们 在神的里面找到生命的满足 只有神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生命一切的需要 你们要尽心爱主你的神 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里面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 真正的方向真正的目的 只有神能够给我们真正生命的方向和目的 你们要尽意爱主你的神 意思就是说就是在神的里面 找到真正的智慧 找到真正的知识 真正的亮光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 把你的自爱 把你全部的自爱 先投在神的身上 让他来满足你身心灵的需要 当我们真正的这样爱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爱 不会抹杀我们的自爱 这样的爱不会抹杀我们爱自己的这个部分 反而能够使我们的自爱得到成全 使我们的自爱被神的爱所改变 今天仿佛耶稣基督呼召你我 孩子先来到我的面前 先来祈求我 先让我满足你 满足你各式各样的需要 让你先在我的里面找到生命的满足 当我们学会这件事情以后 我们就会明白 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 神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当我们这样的爱神 神就会改变我们对待别人的方式 因此当耶稣基督要求我们 命令我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再认为这是一种威胁 这是一种压力了 因为神已经先要求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仿佛这样对我们说 孩子 你先来找我 先让我成为你喜乐的源头 先让我成为你满足的源头 先让我成为你生命的意义 我们天天在那里说 我们要爱人如己 但是我们的主说 你先来到神的面前 先天天来跟随主 来好好爱神 当我们真正的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能力去实践爱人如己 这样的命令 神命令我们先来到他的面前 他要将我们对他的爱 也成为我们自爱的方式和满足 他说你们一切的渴慕 都在我里面可以找到满足 因此当我们这样爱神 当我们这样更被神的爱所爱的时候 我们就更懂得如何爱人如己了 我们就更容易去实践爱人如己 这一条命令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将自己的焦点投注在神身上的时候 神的爱改变了我们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爱 去爱我们的灵色 所以爱灵色不会成为爱自己的威胁 因为我们的自爱已经成为爱神的方式 爱神不会减少我们爱自己 而是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爱的力量 投射在灵色的身上 就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命令我们 不仅要全然爱他 同时也要爱人如己 很多年前在基督教的前锋报里面 灯载了一个故事 就是在东岸那边 有一个二月份的时候 天气非常寒冷 有一个主日的清早 一位男士 琼琼的一位弟兄 琼琼的在雪地上行走 要准备进教会的门 忽然他发现 前面站着一个面目清秀的小朋友 小男孩 手里握着一顶帽子 眼睛瞪着前面的某一个眼 这位弟兄走近 小男孩就很慎重其事地 对这位弟兄这样说 先生请你不要踩到这个地方 刚才我就是在这个地方 不小心滑倒的 滑倒的 因为刚刚那个天气寒冷 所以地上结冰 所以有一块冰在那里 这个小朋友刚刚踩到这个冰上 所以滑倒了 所以他就特别提醒 要进这个教会门的 这些每一个弟兄姐妹呢 要留意 免得在这个地方同样的滑倒了 这位弟兄非常的欣赏 这位小朋友 就拍摆他的肩膀 跟他说谢谢 然后就说 就问了一句 谁告诉你要这样 要做的呢 这个小朋友说 哦 我是直学的 我是直学的学生 我的老师告诉我们说 耶稣爱我们 耶稣爱我们 而且耶稣也要我们呢 去爱别人 我爱耶稣 所以我不让耶稣呢 对我感到失望 所以我愿意站在这个地方 虽然天气很寒冷 但是这位小朋友 站在那个地方 忍受严寒 站在那个地方 提醒每一位 要进教会门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留意 戴德森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 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 假如我有千磅印金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是我们朗朗上口的 这个戴德森的名言 不过我们常常讲这两句 可能下面还有一句 不 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 下面还有一句的 不 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 戴德森不是特别爱中国人 他是先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耶稣基督的爱临到了他 耶稣基督的爱 激励代世家族 他们爱中国人如己 爱中国人如同爱自己一样 这是因为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得到这样的爱 有一个故事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 这个故事就讲到第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法国的主教杜尔马丁 他还没有做主教以前 他是在罗马的部队里面做军人的 有一天他骑着马准备要进城 在城门口就看见了一个乞丐 那个时候正是寒冷的冬天 气温非常的低 这个乞丐不停的在那里发抖 马丁看见了他就这个人的需要 于是他就里面就有一个怜悯的心肠 想要来帮助他 但是马丁刚好身上没有带钱 没有钱 于是他就把他的外袍脱了下来 放在地上 用军刀切下一半 给了这个城门口的乞丐一半 自己披上锁剩下的另外一半 那天晚上马丁睡觉的时候 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天上的天使正在敬拜神 围绕着主耶稣 主耶稣的身上呢 穿着半件的罗马军人的外袍 这个天使就问着主耶稣说 主啊你为什么穿得这么脏 这么破烂的一个一件军人的外袍 而且是一半的呢 我们的主耶稣就笑着回答说 天使啊这是我的好朋友 马丁送给我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爱人如己 就是这个意思 当我们坐在灵色身上的时候 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 爱人如己 这的确是一个颠覆传统的命令 爱人如己 真正赐助我们罪的根源 那个骄傲 这个骄傲是一种强烈的自爱 这个骄傲是不愿意将神 放在我们生命的满足的里面 这个骄傲是不愿意看见别人 是神所设计的 要透过我们领受 让领受那个福分 而耶稣基督这两条诫命 刚刚好要成为我们面对这个骄傲的 这个罪的最好的一个对策 在第一条诫命里面 耶稣要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 他是我们一切喜乐的源头 在第二条诫命的当中 我们的主耶稣要我们向着世界的需要敞开 要看见别人的需要 是神所特别安排的 神要他人透过我们来领受神的喜乐 这就是爱人如己 这个命令真正的含义 今天我们应当透过从神所学习到的方式 把自己的自私之力投射在神的身上 在神的里面找到爱人如己的力量 在神的里面找到顺服神命令的力量 把在神里面所找到的分享出去 把在神里面所找到的彰显出去 愿我们的教会真是能够名符 成为一个名符相识的爱人如己的教会 让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彼此的代道 好让爱人如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成为实际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教会生活的实际 阿们 我就把时间交给国防长老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